窗户关一下 哈喽大家好我是芒果 今天要跟大家拍的是超市购物分享 我最近真的是被你们催到不行了 就是几乎每天都有人跟我说 芒果想看超市购物分享的视频 今天是我放假的第一天 我就赶紧冲到超市去买了一堆东西 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最近比较少拍超市购物分享的视频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自从我在新年愿望里面讲了 以后要少吃零食 所以我每次买零食都会有人跟我说 你不是说你要少吃零食吗 你为什么又买零食了 我就不太敢买零食了 就是最近吃零食都是很少 我就觉得如果去超市不买零食的话 就特别无聊 就是我买的东西都是一些菜啊水果啊什么的 就感觉没什么意思 然后第二个原因呢 是我最近我比较喜欢逛我们学院附近的那个Vitros 因为我之前超市购物分享 一般都是去Morrison's买的嘛 Vitros里面东西其实也挺多的 所以我每次下课之后就直接在Vitros买一点 当天要吃的东西回来 然后就比较少去Morrison's 今天其实没有买太多的东西 因为我过几天要去欧洲玩 我要出去玩十七天 所以如果就是吃不完的话 那些东西肯定会放坏的 我这次就没有买太多东西 今天因为是周六嘛 超市人超级超级多 我偷偷的就是在排队结账的时候 拍了两张照片 我会放在这里 就是超市人真的超多 那个就是Morrison的所有的收银的柜台 全部都开通了 但是还是要排队 而且还排的蛮久的 而且今天伦敦虽然天气挺好的 是个大晴天 但是风超级大 我简直被吹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好 那我们分话不多说赶紧来分享 首先呢买了一盒草莓 春天到了嘛 所以又到了草莓的季节 好香啊 就是有一股那个草莓的香味 和三磅的这个活动 所以还蛮划算的 它是这样一盒有多少颗 我看一下 350克 这样 看上去还不错 季晨春天在这边也买了几次草莓 但是就是每次的品质 参差不齐 有的时候会买的很好吃 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那种烂烂的那种感觉 就不是很甜 另一盒就是这个 是一盒红蹄 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你们看过超市购物分享的人都知道这个东西 对吧 然后还买了一盒桃子 有桃吧 应该算 但是它一个挺大的 然后里面有四个 对 这样这样 我到时候还是会把价钱打在屏幕上面 我现在就不一个一个查了 然后还买了一盒这个 这个出现在我的超市购物分享里过 它是一个bleach 就是这个牌子 叫Domastos 倒在那个做练器的那个里面 它就可以就是帮你清洁里面的一些污渍 然后还可以把它放在 就是倒在那个洗手洗脸池里面 然后就是它可以溶解掉一些头发啊 就是堵塞那个下水管道的一些东西 但只能解决轻微的堵塞 如果你是堵得很严重 就是几乎不怎么下水的话 那这个是不能解决的 我用完了一罐在这里 是粉色的 下来是一罐这个椰奶 它是coco这个牌子的 我没有喝过这个牌子的 所以想买来试一试 上来的时候会每天早上都喝牛奶 现在有一点喝腻了 所以就想换个口味就买了这个椰奶 它是不含乳糖的 这边的牛奶都会分含乳糖跟不含乳糖的 而且不含乳糖的这种很好买 就是它是dairy free 可以看到这里有写 其实我是没有乳糖无奈症了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牛奶喝多了 可能也会觉得胃有点不太舒服 所以就想买一个这个 尝一尝休士 我都说了 然后还买了一包这个 这个是意面的一种 就是这种圆柱体的这种意面 我之前的那种条 就是一条一条的这种意面吃完了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种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有一点那种 棕棕黄黄的颜色 它这个是因为它是含有全麦的 它是50%的全麦 所以就想说还蛮特别的 就买了一包这个来尝一尝 然后是我这次买的唯一一个零食 就是这个Bounty 这个是我之前在看Joe的Vlog里面看到的这个 他在Vlog里面说他跟Zoe就都非常喜欢吃这个 所以我就想说买一包来尝一尝 它好像是椰子味的糖吧 还是椰子味的巧克力 这一袋里面有四个 然后每一条里面有两个这样 我到时候尝了如果觉得好吃的话再告诉你们 然后买了一包纸 这个是Clinix的纸 面筋纸用完了 所以就买了一包 到时候出国的时候带着路上用 其实我在英国这边不怎么用得到这种面筋纸 因为你去洗手间厕所都会有纸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就是洗手间里面没有纸 然后如果你在外面吃饭的话 那个餐厅也会提供你纸径 所以就不怎么用得到这种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纸就是比如说你走在路上啊 突然有什么突发情况啊 总是随身要带一包才比较安心 然后是三个洋葱 这个我也不多说了 这次买的是那种Red Onions 就是红色皮的这种洋葱 然后还有一盒这个罐头 之前在Vitros买了它就是自产的那种黄桃罐头 我觉得特别好吃 这次买了一个这种菠萝罐头 想说来尝一尝 它是Princess这个牌子的 这个如果好吃的话我到时候也会告诉你们 然后就是最后一样东西啊 就是口香糖 这边比较常见的就是Extra这个牌子的 有的时候在外面吃完饭会觉得嘴巴里面有点难受 所以就会吃一个这个 就是让口腔稍微舒服一点 那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超市购物分享了 这次买的东西没有特别多我知道 但是也挺沉的 因为有牛奶 然后还有那个清洁剂 所以我背回来也是累的不行 再加上今天风又非常大 然后就没课了嘛 所以我会定期抽时间去一趟Morrison买一些东西 超市给我分享这个主题 我肯定还是会一直拍下去的 所以请大家不要担心 也希望大家不要再一直催我 因为每次拎着这么一搭袋的东西回来就真的很累 所以就最近没有太经常拍超市跟我分享 请大家多多见谅 其实我今天本来是想跟给你们拍之前在Vocal买的一些评价的彩妆品 但是我的相机录到一半它自动关机了 就有很长一段没有录进去 所以我就想说明天再继续录一遍 要关注我微博的同学应该不知道 就是我最近已经开始放春假了 就是从昨天开始 然后从今天开始 今天是我放假的第一天 我应该会比较经常的更新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超市跟我分享过 那就这样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这次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